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站姿一定是第一角 最好是它平 然后这个当支撑手 第二个 手工具拿起来一定是掌心向上 然后第一点是在这里 然后身体往前 如果你没有往前就90度做不出来 好 往前 然后你身体光这样 它现在没有靠过去 所以肘会对肩 所以我再靠过来 我在这里靠过来 然后身体一定是往前面的 不要往这样 这样你就会怎么样 这样腰也容易塌下去 所以第一个身体一定是往前 然后这里弓箭步 然后再靠过去的时候 它脚就会自然往外斜 一开始站 就是以弓箭步 身体往前 绝对不要往这样 绝对不要往这样 这样 身体容易塌 在转的时候容易塌 变形 好 比如说你这样斜的 身体 它就可能 你如果站这样 那腰就容易这样转 向它变形 那所以你一开始 你是站这样直的 然后这样 然后再靠过去的时候 哎 脚就自然移了 所以靠过去往前 那这样第一点就出来了 好 同样这一边也是 它靠过来 第一点 第二点 第三点 那上背部 还有要注意的就是 有些人会放在床上 这个也是不对的 因为我们整体的形式是这样 你才容易 一定要把正确的姿势 要不然你这样 其实重心也是不稳的 因为它有高低的落差 那你要变化 你不容易做出来 所以还是要这样 这样才有办法做出来 像背部 第一个 它身体是往前面的 而不是站这样 很多人下来 它就这样下去了 那事实上它还是斜斜的 所以我们的道理都一样 我们都是往前的 所以它两脚都是平直的 这样站 那这一手扶着 掌心一样向上 但同样跟整骨一样 不能翘高 翘高 你这里虽然90度 那你身体就要往后 往后 肘就会对头 事实上肘还是要对胸 那怎么办呢 这个放下去 放到比头低 那你这里超过90度 势必身体要怎么样 往前 然后它要对胸 然后不能直直的 这样直直的也是肘 对肩也是错 那你就要靠过来 那靠过来之后 这个脚就自然往外移 后脚 好 那这个姿势就能做出来了 那因为它够低 那为什么手要这样 因为它碰到头 所以不能直直的 所以一定要往外 它往外 就是要稍微往下 这样就能做出来 这里最主要要还是要稍微注意 就是不要塌下去 这它现在动作还算不错 好 那这个脚 它应该是怎么样 骨盘要稍微这样再靠过去 好 那靠过去因为怎么样 它现在的姿势有一点怎么样 肘对肩 我们早上讲的 这应该肘对胸 你即便它划过来 它也没有到胸 也就是它怎么样 这个骨盘没有转过来 然后靠过去的味道 然后这个腿一般 如果靠过去 它很自然就会往外 往外 因为它这样 那因为看得出来 它没有很往外 我就再去查它的前面 就可以看得出来 它就是肘 有一点对肩 而还没有对到胸 这就是没有靠过去 那这样身体的力量 就不能充分展示 第一个 站姿一定是 这个脚跟这里 它也站对了 没有问题 轻轻扶也没有问题 那这个手 第一点 比较有移力 就是还要上去一点点 然后这样 如果我没有 它一开始是这样 差不多这样 但我要求的是 再靠过来 肘对肩 它这一点没有做出来 就是最后一步 这个肘对肩 你看我这样 这个脚势必要怎么样 往外移出 那如果你没有 这样靠过去的时候 它会这样 变成这样 它只是这样 虽然有 但是没有 哎 这样靠过来 这种脚 角度更大 哎 这样 好 那注意 这个还是一样 都90度 好 好 正确动作是这样 所以刚刚它的问题 是出在哪里 肘对胸 而 应该是这样靠过来 肘对胸 但它还不够 它变成有一点这样 看起来好像还蛮标准 但有一点 肘还是快对到肩跟胸之间 还没有正确标准 所以它还是会用到手的力量 而不是这样靠过来 就不用了 它就整个很轻松的下来 这个姿势会 大家有没有看得出来 这个呢 有没有超过90度 超过 超过了 这个大190度 那这个大190度 同样这个有没有大190度 好 它也大190度 一个原因就是怎么样 身体它还要往前拉 它才会把这个角度说 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 它更是肘对肩了 那就是它少了一个动作什么 靠过来 就是靠过来它没有靠 这是第二个问题 那你看它的脚也可以看得出来 所以抓姿势你从后面就可以看它 有没有轴对胸了 因为它的角度怎么样 这里不够斜出去 它只是这样平的 有没有 那这个时候 它就是少了一个靠 所以它才会变成这样的姿势 所以从外表的姿势 也可以看得出来 好 那接下来 好 那我们来调整一下姿势 就是这样 这里 要有这个动作 然后这一脚要 斜过来 它是斜过来 然后这样 好 那你再做做看 然后身体再往前 往前 然后往外 这个靠 这样 你再看看 好一点 这样自己有没有觉得好一点 你再揉揉看 不会 不会 好 所以它身材特别好 事实上它只要姿势做对 它根本不用力的 好 那我来纠正它一下 就是来 你起来 你来看 我学你 你大概两脚是这样 站这样 然后就可以 因为你身高可以 所以它肘变对 不到胸 为什么 它应该是这样靠过来 你看我的后腿 就变这样 你刚刚是这样 所以从你的后腿 就几乎可以看得出来 你没有靠过去 也就是往外靠的 这往外靠 这一脚不动 它后脚一定会动 它是很自然的动 而不是故意的动 所以这样 就会变成一个平衡点 好 好 那如果大一九十度 就是身体要 往前靠 好 那这样就做出来 那如果大一九十度 就一定你身体是吗 还在后面 所以这时候要过来 然后又往外靠 那你的身体 就会变成这样 好 第一点 第二点 第三点 这里九十度 这里 往胸靠 好 它的问题应该就是这样 所以没有怎么样 轴对胸 好 它最大的问题 从整个的姿势来看 它这里是什么 它下去了 它下去绝对没有力 这这里就是 我说的它是整体 所以你只要看到这里它 它就一定会用身体的力量 它就不可能做到很标准 所以它这个一定要拱起来 这 对 一定是要这样拱 这里喔 好 还有怎么样 骨盘怎么样 它因为它没有这样旋转而靠 它是要有一点旋转 正面的 这里要注意的它是正面的 而不是斜斜的 所以它还要有一个转 转过来 那转过来 它这一个脚一定会很自然的往外 好 这个 所以你再试试看 转过来 那这个不要塌 这里喔 它重心怎么样 它会塌的意思就是 它重心还有一个 它不会弓箭步 它这里没有蹲低 它如果没有蹲得很低 它这样容易塌 那要怎么样 你蹲下来 靠过去 它就不容易塌 蹲下来 这个重心蹲下来 就是你重心已经低了 那如果你重心没有低 你这里站这样 这里高起来的时候 那很自然你要转的时候 你有时候腰就不自觉的塌下去 那就变得比较没有力 那应该是怎么样 稍微蹲 蹲下来 前脚还是要有弹性 然后再转过来